来关心今天是国中会考的第一天 全台有20万考生报考 那么据教育部的统计 大概有近3000名学生可能是确诊快筛阳性 或者是没有拿到PCR结果 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考试 要延后到6月4号跟5号来补考 而今年因为疫情关系会考也采取最高规格的防疫做法 一旦考生出现了呼吸道症状 或者是温度超过37.5度 就必须跟一般考生来做分流 国中会考第一天考生进到考场前 第一关得先喷酒精再来量额温 确定体温正常后才能进到考场应试 要是额温过高超过37.5度 就得被转移到第二类备用市场 也就是防疫考场一间限定最多12个人 在周明高中我们这个考区考场的话 总共有1100多位 那我们有31间的一般市场 两间的特殊市场 另外有15间的二类市场 也就是防疫市场 在我们学校的考生里面呢 总共有14位需要移到二类市场去应试 得把健康的学生跟有症状的分开考试 避免传染风险 采取最高规格防疫 防疫考上的学生考试用餐跟休息 都得待在这个空间 今年全台有快20万名考生报考 教育不统计受到疫情影响 得延后补考的就有快3000人 台中周明高中这个考场就有13个学生需要补考 那总共有13位呢 确诊的同学或者是说他是快塞阳性的同学 他们就确定要参加6月4号5号的补考 那就今天不会在我们考场应试 疫情年少 今年国中会考考生家长依然不能到场陪考 为了考生健康安全 这两天下午考场都会进行消毒作业 等到会考结束后 环保局也会到各个考场全面大消毒环境 确保学生回来上课的健康安全 记者蔡正顺潘兴也 SNG小组台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